各位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20年8月14日 现在海内外最关心的 就是北戴河的会议到底结束了没有 据我观察肯定是没结束 为什么呢 你看新华网人民网 报道这个中南海这些决策层的高官呢 没有什么现场感的报道内容 都是什么 一会是习近平关于粮食的重要知识 一会是学习习近平是两山论 青山绿水金山银山 学习这个东西 一会是李克强签署了 关于这个行政执法人员的一些条款 一些规定等等 总之不像以前 你想在这个31号以前 那时候胡春华买活跃的 整个中国走个遍 一会到这个省市的思察 一会到那个思察巡视 就给人感觉 胡春华肩膀上的重担 越来越沉重 过去是三农 现在什么呢 经贸一贯 那么最近这些领导在做什么呢 我估计还是在北戴河 你不要看栗战书 这个中间见风插针 这个可能是考虑到这个国企法 国会法特别重要 临时回来开个会 并不表明这个北戴河会议结束了 因为这个会议呢 你可以想象一下 最大的主题 那就是中美关系 中美关系现在 不论从公家的角度来讲 从私人的角度来讲 也就是他们个人利益来讲 还是共产党这个执政这个 这个大方向来讲 大的这个利益来讲 他们都非常关心 所以说我认为啊 他们现在之所以没有结束 把这个会议拖着时间这么长 就是因为在一些重大的 例如是这个中美关系 台湾问题 香港问题啊 等等这些问题啊 可能产生了相当大的一个 就分歧一切 双方正在碰撞 我估计可能是一方是 就江泽民的这个 参与势力啊 这些人很多啊 你像上海帮忙 现在冷的还是 这个李强没有 对他们伤筋动骨啊 腐败问题 腐败的盖子根本没有解开啊 虽然是李强已经占领了 这个大上海这个领导权 但是也是象征性的 这个抓一抓那小贪官啊 到现在为止 你想 那个 过去在上海 这个网上广位流传的 你想韩正家族啊 江泽民家族 那是三代啊 那么还有其他的这个 领导干部啊 多着呢 包括黄启发 也是其中的一个 都没动 这些人也是 能量是很大的 特别是曾庆红啊 曾庆红当年 算是对习近平 扶上马送一尘 那么而且自己就是 又是足智堕膜啊 这个老奸巨化的啊 也是这个 在各个省市都 补下了自己的人马啊 也是一般不敢动 这个曾庆红啊 那么还有曾庆红 他这个家族的一些事情 那么这些人呢 我相信肯定在 贝德河会议上啊 借这个机会 这个对习近平反难啊 另一股势力 也是非常了得的 从母中意义上讲 胜过这个江泽民 参与势力 那就是胡温者势力啊 胡 你看胡锦涛 他的身体状况 健康情况 根据以前我们 从一些重要活动上看到 比这个江泽民也好一些 那么而且胡锦涛 他有个特点 他不得罪人 他在党内肯定是左右风源啊 这个今小甚微啊 自己又没有贪多少钱 在这一点上 这个孩子占据了优势 另外他这个和这个温家宝 搭档的时候 两个人合作不错 哪像现在呢 习近平和李克强两个都到了一种 矛盾公开化的程度了 剑拔弄上啊 一无场合就能看出两个人 这个震监对脉盲啊 谁看不上随眼 就勉强在那维持一个维持会 而且胡锦涛还提出一个 治国理念比较柔性 就是什么呢 和谐社会 你想这个是了不得的 领导人提出这个 最新的啊 对社会矛盾的化解 还是起到一些作用 习近平这时代就不一样了 新时代中国特色 这个社会主义 除了吹牛撒谎 就是变公司 其实什么本事也没有啊 现在看来 搞得是一塌糊涂 内外交困 你看左离右舍在全世界 得罪个变 没有一个国家能处好了 除了伊朗和这个北韩之外 就没有朋友 你想他肯定是就有问题啊 就是想什么问题啊 特别虚幻 就是想象的 要大国崛起 又富起来 一带一路 又是丝绸之路 又是凶安心去千年打击 你说哪一个事 他办成的 全都办砸了 办砸又不是成人错误 这个思考到底啊 你看香港叫他 搞到今天的程度 你好好 你想抓黎智英之前 你如果是正常思维 你想好 抓完了你就整到底 结果抓完之后呢 那二三百人到那个苹果日报去忽悠完了之后 搞得惊天动地 鸡飞骨跳 全世界都关注 不两天保释了 这个报纸卖的都卖爆了 洛阳指挥啊 说股票也升值了 民心大壮啊 你想这样 你搞得给人感觉 这个 这个到底做什么 是不是 那这说明什么 说明 说不定是以为在北戴河老人们 习近平 这个政策啊 这一套 搞这套东西 他下令 比如说 让这个洛慧宁 夏宝龙啊 再加上那个 郑彦雄啊 还有林郑 那个鹅婆子啊 这些人搞这么一个动作 结果刚搞完了以后 老干妈们 发弄了 可能江泽民拍桌子 胡锦涛也跳脚 肯定心里一看 赶快又放了他 所以你搞到这个程度 你说这个国家治理 治理到现在这种地步 你怎么再继续下去 是不是 你看了以后 太低能了 就是什么呢 德补配为 利小而博大 就你这个人 肩膀就能抗五十几 你非要说你 这个二百几 几十里 山路不换街 催吧 是不是 人看你办事 你就看新型冠状病毒 一蔓延 你发现这个病毒 如此的厉害 那不是第一时间 就带着这个 这个 丁学祥 就去武汉了 再危险 你要 也要这个 使自己坚强起来啊 这个 庄里的坐个一个两个小时 这样给郭敏一种感觉 那你是非常勇敢的 你才厉害 结果吓得找不到营了 好半天也不出来 等到人家 这个 这个 就我们大连那个市委 属于孙孙孙的儿子 那个地方都已经 已经是千辛万苦 冒很大的风险 村节都没过好 治理完了之后 过去了 带着王沪宁 又在那催 越催就越瞧不上 那人看你办事 都看具体事 不看你怎么忽悠 是不是 再傻的人 都看定了 而且你想 人家 这个 随理军 不管怎么样 那是 这个 国立防疫领导小组 第一线 到这个 最危险的 武汉区 你想 是不是啊 就汉堡工了 就刚立完工了 刚给党经理还带凉 漂亮的景花 经理完之后就抓起来 搞这事搞得真是 所以这件事情我估计 很可能在北戴和尚 让这些老头老太太们 这些推下来这些原来的 这些几大班子领导 可能都非常的有意气 但是你有一些人又不敢 这个公开的就是说 太直白的批评他 因为你说你怎么批评他 他现在和张又霞是铁哥们 张又霞哪还敢打枪 站在背后不行抓人 是不是 把右边站个这个 这个王小龙手铐戴了 手铐挂在街上 活着给你照着 给你铐上 左边站个栗战树 人大他说了算 他操控这个 他代表人民 你想那些老头老太太也没有办法 所以我估计很可能 人们只能就说 一边休假 一边就是说 吃吃饭喝喝酒聊聊天 一边呢 这个千锋百计的 可以讲哭哭泼心的 就劝他 他们是真后悔 就把这个人附上来之后 刚开始看到好像 像他爸爸挺憨厚的 说不定能够就说 这个最起码能维护 就改革开放以来 这个40年的成果能被他保住 先不要讲什么政治体制改革了 跟美国搞好关系 能够在这个全世界能够 这个不能说融入国际社会 最起码能够韬光养晦 能够就是说收敛一些 这个谦虚一些 谨慎一些 说是厚道一些 结果你也搞到现在这种地步 其实他那个新型冠状病毒 我这个收听 收看了那个严厉梦 很多次节目 到一些位置 我是越来越相信 就是严博士讲的情况了 如果是那样的话 你就是反人累赘了 那人家肯定不能放过你 是不是 假如是这个 无意的就是失误 就是浩大细用 爱面子 为了营造这个春节气味 浩大细用 把这个不小心泄露出去 那应该马上就有一种 本能的反应 就感到这个事做的不对 特别内疚 对不起人家 赶快就补上短板 帮助人家 就收拾这个烂摊子 怎么还能把这个 这个冠状病毒这个事 归随于美国 你想 这死了这个 这个十七万 现在 这什么东西 这事 所以说老参谱 现在也没有办法 我看老参谱 这个14号 在打击前往 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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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末的时候 在空军一号上 接受采访 讲到这事 他讲到什么 他说 是中国在这个贸易上 还是表现良好 这老参谱 还是商人 挺实在的 因为中国买了很多农产品 买农产品 一个是旅行合约 这还是有点契约精神 第二个呢 他可能要准备备战 国内有粮房 他赶快存粮 也有这方面的原因 但是有个关键的问题 老参谱说 我现在对中国的感觉 和以前截然不同 你想人家已经是上透了心 我相信在北戴河上 说不定 这个汪洋就能讲这个事 像汪洋最初就讲中美 关系是夫妻关系 你夫妻关系 你吵吵架 这个打打嘴仗平常 有时候闹的小别扭 这个往法院走的时候 离婚走半途 半道又回来了 为什么回来 你看太太肚子也大了 离什么回来吧 有好多这样小夫妻 我记得年轻的时候 听到很多人讲这些故事 夫妻之间 再闹到最后 还要一起过日子 所以这汪洋 在中美贸易 这个主导战略思想方面 那是非常有远见的 了不起 可惜习近平不忠用他 他就吸引了六合 刘鹤这个是殊胜 你看这个人本事实在是太差了 就是一个传令兵 但习近平就是喜欢他 你看到那个防疫的危险的地方 他就不让他去 好事都给刘鹤 坏事危险事都给别人 所以新一片的确是对刘鹤 也过一片让他做了谈判代表 把这个中美贸易战谈上了什么呢 谈上中美关系破例的不归路 你走到今天这个程度 再怎么回事走 我家下棋呀 下棋是死棋你想 真的 所以说老川普讲的情况 再结合你看 这个威风和前几天和国防部长 美国国防部长刚通完电话 根据双方讲的内容 好像还想再抬一抬 结果现在传出 美国这方面传出消息 这个国防部长 可能马上就到年底 差不多就辞职了 就回家了 回家就成为一般的平民了 为什么要这样 那说不定老川普心里 不想和中国再合作下去了 你再看对这个香港11个 这个高官的制裁 那是非常严厉的 不是开玩笑 而且下还有第二批 第三批 对抖音微信的这个处理 对5G的封杀 那封杀那不遗余力 你派那蓬佩奥到的时候 到全世界去找各国家去游说 就是不让你用5G 怕你窃取人的这个数据 把这数据用于什么 专制集权统治 对全球的这种 这个全球的扩张和渗透 包括对老百姓的 中国老百姓的镇压和统治 这个8月15号出来的消息 美中原先这个谈判要再举行一论 要准备在8月10号15号 没有想到结果又炮摊了 到底是延期还是取消 我估计都和这杯的和游关系 为什么呢 打不成这个协议 江派一派胡派都对习义 关于中美这个关系问题 说三倒四 统一不了思想 我估计很可能有一派 可能就像这个前几天 有一个网友从微信上 给我传一个 这个一个内幕 所谓内幕 我没有这个及时就是告诉大家 因为什么呢 我有点不太相信 这很可能只是一派的观点 就讲到什么 就和美国进行对抗 要清理美国在华的企业 特别是金融的服务类的公司 取消这些企业进行自恶 不再对美国开放中国的金融 农业和富裕的产业 第二呢 要发展这个核武 要震慑美国 第三 要提高这个国防的开支 这个第四 旗帜先明的反对美国的霸权主义 等等啊 第五是什么 大力宣传 独立自主 自力更生 这个第六 打破美国对中国的战略这个威度 第七 放弃对美国的任何幻想 第八 备战备黄备凉啊 等等 把中国的留学生 给的这个全部都回来 等等 其实这些东西不是什么新东西 我想这很可能 是一部分人的 一个派系的想法 最多是他们想法 肯定还有一派系就是什么的 就是想 想办法要做人事调整啊 能不能让 这个李克强和王阳啊 再去谈下一轮呢 和美国缓和这个关系 移民只有这样 表示表示一点点的诚意 人才可能有可能再 缓一缓 否则的话 你想 你看现在这些战狼事 这些 这些整天 就说大话的 这些外交部这些 一会儿这样 一会儿那样 真要揍你的话 把你又开始 讲友谊了 你看 这个 这个赵立坚 我看今天 又发表了一些观点 讲到什么 讲到这个军演呢 在台湾这个海峡附近啊 在南北北 就搞又搞什么 这个叫多兵种 多军种 多方向 成体系的 演练 你演练什么 你就有本事 中国人打中国人 就像这个 整个香港 这个书生 和这个 这个媒体大行的 这个 这个黎智英 那黎智英 手无夫妻自立 人家都七十多岁 走道都颤颤巍巍的 你想想 讲讲话都哭起来了 你就能整整文人呗 有什么本事 你有本事能打美国吗 打不了美国 真的 台湾问题啊 实际上已经不是一个 仅仅是一个 台湾本身的问题了 你不要 不面对现实 是不是啊 美国能诉说 不管吗 不可能啊 已经管了 实际上 你看看他把那么多的 先进的武器 设施都卖给了 这个 这个台湾了 对日本也是这样啊 而且美国的 那航母 那里根号 他从来也没离开 这个台湾海峡 是不是啊 很多的设施 都在那准备着 人家已经整了一个大的陷阱 就等着你在那里跳 是不是啊 所以我看这个赵立坚讲的公布之后 这个竟然这个东部战区 还有一个新闻发言人出来讲一番话 你真丢人 首先第一 你是东部战区的这个发言人 这么大的事 最起码还是国防部发言人出来这个权威 而且看军衔才是个大笑 你大笑能谈这个事吗 这不是耳系啊 就胡闹的事 而且讲话当中 讲到美国 还不敢讲美国 还某国 这是丢尽的脸 就给中国人民解放军啊 这丢尽的面子 你想 你有本事你就直接讲说 美国在这怎么样怎么样 美国的卫生部长 刚刚就访问台湾 打破了过去对我们的承诺 必备了承诺 这个怎么样怎么样 这有本事就这样 还讲是这个某国呀 这实在是 就谁做出这个决策 你想这些人都递能到这种程度 你想这么敏感一个问题 台湾问题 你要搞这个军事演习那么大的规模 那么多的防线 而且放出那个词句 多兵种 什么意思 你的意思就是说 你有火箭军吧 是不是 有火箭军 你能火箭东风 是有点威力 但是你不要忘了 美国早准备好了 是不是 你看台湾那个 我每天看那个台湾的关键时刻 还有那个年代向前看 还有台湾的其他的电视线 人家图文并茂 很多的这个 这个案例啊 很多的这些实实实在在的啊 这些技术手段的这些射神都披露出来了 非常相近的 你怎么能和人家打呢 你想想 何况你又是一个什么呢 腐败的堕落的一个军队 内斗不止的军队 你想 斗了多少次了 是不是啊 徐在后 郭伯雄 这个斗完了之后 又出了一个张牙和放风波 现在是哪一个 哪一个派系也不知道 是不是啊 还有第三波是肯定的 这种体制啊 权力过于集中都到习近平那里 他又低能又胆小 那肯定就是每天就是随度回 就整天换人了 你想换到那种程度 你等到一打仗以后 这五大战区 那每一个战区里面的司令政委参谋长 都有可能成为什么呢 将在外居民有所不受的什么呢 军阀了 一夜战就 一夜间就完了 你何况中南海 还有胡锦涛 李克强 胡总华 等等等着呢 是不是啊 所以说 本人认为啊 这个你在南海也好 还是台海 只要一开战 就是 以泄千里 成不了 像那个 这个萨达姆 成40天 成不了 真的 所以不要虚夸 搞那个台湾海峡 吓唬自己的同胞啊 这个今天我要 这个演习演习 明天演习演习 都是门后耍大道 太差了 太烂了 真的 但是最可笑的是什么 由于中共这个官媒撒谎欺骗 让老百姓每天就看新闻联播 看到最后 遍地都是什么呢 小粉红啊 都是愚昧的爱国主义 傻的可爱 所以网络上都把他成为这个傻子啊 有点不好听 但是你看他们讲的一话 我看底下留言讲 说一片欢呼啊 解放军 马上要解放台湾了 说八月份 云记演习 九月份开塔 十月份就要全是中国统一了 中华民主复兴了 伟大领袖习近平带着我们 就把台湾就拿下了 而且一天就拿下 而且国民党那个马英九 也厚着脸皮 还在那帮倒门 在那闭眼在那胡说啊 竟说什么呢 首战就是中战 可不是吗 一开炮 他们的公民党就垮台了 可不是中战吗 是不是啊 有什么可讲的 干了八年这个国民党的总统 忘记了孙中山的这个尊尊的教导 孙中山怎么说的 孙中山讲的 孙中山讲的 这个翻四十年 追求什么 自由和公平啊 是不是啊 中国大陆现在有公平了 你八年 那天的总统 你为什么不到 到这个大陆去 就到南京去 踩着红地塔的时候 你为什么不向 这个共产党提出 关于这个 这个多党制的问题啊 是不是啊 整天就在那喝喝小酒 吹吹牛皮 帮助共产党 在那忽悠忽悠 一直都忽悠 现在权力都没有了 让人蔡英文都上来了 你有脸在那讲什么 这些话是不是 就是可笑 就让人耻笑 愧对这个 这个孙中山先生啊 留下的遗嘱 遗嘱 你仔细看看孙中山 这个晚年过世前 汪精卫代替他 代替他写的那个遗嘱 他签字啊 刚开始他不太愿签字啊 拖了一段时间才签字 怎么讲呢 我看到一个原版 那个就是孙中山 当时那个 就是留下遗嘱的故事 我都很感动啊 就中华民主 最主要遗憾 到现在为止 没有实现什么呢 就是宪政民主 这个是非常可惜的 大陆老百姓 到现在为止 你说哪有自由 有什么自由 有自由 这个昨天都谈到了 这个崔永元 你想想出国都不行 这个公民呢 回国的自由都没有 里边的老百姓 想出来的自由都没有 动不动就变空了 动不动就抓起来 哪天不再抓人 你看你打开那个媒体 这边是铁拔领导干 那边是抓领导干 那抓都公平了 不断的抓官员啊 这个不是一个好的政治制度 这是一个非常恶恶的政治制度 是不是啊 制度性腐败造成 所以我相信很可能 这些老头老太太们啊 这些北戴河的老人们 毕竟有些人还是有些良知 你不能说每一个人都是糊涂丛啊 最起码有些人为了他们自己 党国的利益啊 就既得利益 他也会和习近平的啊 谈一大件事 这么搞下去 这么搞下去就是战争了 是吧 美国不一定什么时候 就是给你挖好陷阱 就让你军演 军事演习 你眼来眼去擦枪走火 你想距离那么短 那么小的范围里 你搞着演习啊 又鼓动这么多愚昧的爱国主义的这种 这种 这小粉红们这些观点呢 期望值又那么高 你怎么能落到地下将来 你打败了怎么办嘛 是不是啊 可笑 甚至我看有一个小粉红讲说要十月份活作蔡英文 你还活作蔡英文 蔡英文非常了不起 我以前都不了解 你看人那个防疫工作治理的多么好 你看人那个台积电 那个取得那经济的成就 你看台湾人的精神 你根本都不是和大陆不是一个档次 是不是啊 你还活作人家 美国能这个做看不管呢 不可能的 美国绝对啊 是要这个 在台湾这个问题上 他是要 肯定要插手的 他绝对不会 这个做私不就的 是不是啊 比如说毛泽东 他那么自我的 那么伟大 四个伟大 自称四个伟大 他为什么不解放台湾 他也知道不能解放 是不是啊 我说为什么说 我说习近平 他这个就是文化素质太差了 真的 太令人失望了 太可笑了 这样搞下去啊 我跟你说 你这一旦在台海那边 也累一下 某一个这个灌顶啊 擦枪子 我一下感觉 有人很快就给你拿下来 还解放台湾 武统台湾 到最后到不好 我跟你讲 我跟你起这个词 叫什么 武统大陆了 一下就完蛋了 你国内 你就像北 就像北京来讲吧 你就靠这个蔡奇 当一个卫戍区第一书记 他就能 这个统治北京啊 你等到那的时候 一开战 第一段人口 就十万人 当时得罪 就十几万人 就回来了 就找你了 你还镇压 镇压谁 谁认识底 是不是啊 自己逃命都来不及啊 所以说不要搞这一套虚幻东西 好好想一想 怎么和美国啊 能够这个把这个局势缓和下来啊 对不对 因为你要搞战争的话 你要付出残众的代价 但是中共极权统治 有时这些领导人 已经到这个程度都是昏昏燃的 特别是手里的有的钱 贪钱 贪财太多了 存在香港 这个为了保住这些财都拼命了 是不是啊 走不出来了 走不出自己的谎言和欺骗 自己也相信了 我要一声令下 向毛泽东一回首 这个像五十年代啊 这个部队就前进了 台湾拿下来了 挂上红旗啊 这个全世界都在我的脚下 吹牛吧 是不是 你看原先想象的 自己想象的事情 哪件办成的 一件没办成 拖兵攻坚办成了 现在六亿人 一个月工资不到一千块钱 也是许还的 那香港搞成这样了 现在 搞就等于搞成了一个战场 现在 台湾呢 越走越远了 西藏了 新疆了 你想哪一个搞好了 把那经济呢 搞到最后 现在节约粮食 甚至要节约粮食 浪费粮食 还要判刑 我听说啊 那过几段时间 可能过一段时间 就好发凉票了 退给毛泽东 那个时代了 是不是啊 还要实行什么 公分事 上山下巷 整个的啊 全面的大倒退 所以我认为 这个这一切 将给中国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 那么今天的 这个海外七谈节目 就到此结束了 非常感谢广大网友的收看 谢谢再见